大家好 大家看看後面這班哥哥年輕力創 不過是紮鐵工人 不要在看他 他人工多過警察 都算是一個出賣奴裡面 一個非常之有代價的職位 勞動階層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紮鐵工人罷工的事件 我都不記得哪一年 2006、07年上 當時紮鐵工人要做罷工 堅持了一輪之後 結果以和為貴 兩邊都讓步 算是一次成功的工人運動 好像那次也有涉及輸入外勞 這裏後面什麼事呢 現在有百多個工人 這幾天跑去職業訓練局外求職 我失業了 沒什麼要做 表面就不知道什麼事了 又說失業率很低的 當然是 我相信他們有些已經說要轉行做送外賣了 送外賣怎麽都不會有幾皮的工資 所以香港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那當然就立刻有一個敏感 又不是敏感 早那一陣子才看到張宇人兩元章出來說香港人工貴呀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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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為香港人工貴 結果這幫人說我失業了 那你為什麼不先請我呢? 我的位置很眼光光看著有外勞來拿了 那頭叫我沒什麼你做 不用開工了 做完了這個工作 那頭看到有人上班 外勞替代了你 你用什麼方法保障、保證那些扎鐵僱主 盤頭請香港人不請外勞呢?沒有 是沒有任何方法的 那些官員也是保隆、李家超、陳茂波、賈大空 行了 我們什麼都搞得行了 其實什麼都不行 一輪不著編制的官方 我們不是監視監視的條毛 結果就是這樣 很現實的 還令人悲嘆的呢 就是這幫工友們沒有了工盟嘛 那就有工聯會的 扎鐵工人總工會支援處女的名字 我們記得當年勞工問題嘛 工聯會又有他的工會 工會沒有發動罷工啦 工會根本是李卓人 那次是他成名之作 馬路工人 扎鐵工人一次啦 另外貨櫃碼工人罷工又一次啦 是吧? 所以李卓人的江湖地位就這樣來 現在拒旺爺啦 那就好啦 有人收集簽名 竟然都被警察監 他們去求職 不敢說自己示威 絕對是應該示威啦 現在沒有了示威的王爺 夏寶龍說香港很輝煌 輝煌到沒有了示威 幾號威煌 五月一號是沒有示威的 工聯會呢 開幾招而已 幾十年來 香港是七一有示威 五一有示威 游行啦 好示威就好啦 現在沒有了 寶龍的貢獻就是 這樣令到香港更輝煌了 我不知道怎麼輝煌啦 是吧? 最少有份工啦 不輝煌都沒關係啦 養到頭家啦 那些扎鐵工人呢 有無奈地呢 就走來 這樣遲些呢 就可能是 就是送外賣見到他這麼大隻 為什麼送外賣呢? 這麼黑癢癢的呢 這位阿哥這樣 啊 原來是炸鐵工人 由這個三萬元人工降級到一萬 養妻活兒 還要供樓 好 看這個故事呢 都不知道很好啦 還是好笑啦 香港的傳奇來的 就是工友都供到樓 那本來是好事 絕對不是說看輕他們 就是出賣努力 而可以賺到較多的錢 我們絕對是贊成的 公平了 令到社會 但是稍有 成就稍有機會呢 那麼呢 這些政府啊 加上商界呢 將他們將這些機會呢 就照顧了國內同胞先啦 那麼香港人呢 又因此呢 又更加輝煌了 就是進入失業的輝煌了 啊 那麼啊 而他們又不敢做任何可以做事 就是說抗議活動 開記招都沒有人幫他開 當然啦 你叫工聯會幫你 還是叫民建聯幫你呢 現在只有他們啦 是不是 工人代表啦 當然啦 我們這些工人代表 往往都出賣工人的 我們又不可以期望這麼高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工友又怎樣呢 是不是 還有一樣呢 我即日看就不是很多人報導 希望多些人去調查 媒體報導 我只看到兩個媒體報導而已 這件事 所以呢 如果大家看到這條片呢 就應該要感動身受的 因為香港就是這樣啦 現在這些這麼不妥的東西呢 是沒有人敢報導的 免得出事啊 是不是 他們都不敢說自己示威 自從有了23條之後 現在呢 去年7月開放差不多一年了 建造業輸入1200個外勞名額 那麼呢 有四輪申請 現在呢 就批出輸入了7000多人 其中呢 紮鐵工這件事佔了712 那就引到呢 後面呢 有百多個紮鐵工呢 在招聘日上求職啦 那麼呢 只有兩個空缺 全都是學徒來的 就是紮鐵工的空缺 那麼呢 走去勞工署 求職啦 是不是 質疑被搶飯碗 是不是 是不是 兼職送貿賣 有一句名句 我相信可能在公運裡面呢 新聞都拿了來做標題啦 我寧願做一個外勞 生活得好過我現在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的確 是不是 輸入 你的份工就被他拿走了 那些專才都是啊 醫生啊 牙醫啊 很多啊 你不如做大灣區居民吧 在那裡開店沒有在那裡啦 香港人可能不止上去消費 上去開店 大家都好啦 是不是 老闆也上來啦 火記也上去打工啦 跟著那些消費者也上去啦 那麼大家就在那邊重聚啦 遲早出現這些現象啦 是不是 當然啦 變為一國一制啦 我覺得是時間問題啦 我們算是懷舊還是怎樣呢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 那 紮鐵工的發展局回應呢 就是 你看看這些官腔 外勞計劃要求僱主不可以輸入勞工取代原本的僱主 你要求而已 是不是 那如果他怎麼做呢 我說你一定會這樣做 你耍個經濟常識就知道 等於你買一件東西 你買這支筆是一元 你看不到 這支筆是一元 這支是兩元 一樣這樣用的時候 你買哪支呢 講得多餘啊 兩個人一個便宜一個貴 一樣的啦 一樣這麼大隻 都是年輕人做差不多的東西 技術差不多 你當然要我外勞啦 還沒有那麼多的結局 起碼不會去示威先啦 是不是 啊 發展局就說不會 如果需要呢 先裁減輸入勞工 但是那些 那你求助又無門 示威又不行 走去叫這個工聯會幫你簽個簽名呢 都找一個警車在旁邊 有一個豬籠車在旁邊 有十個八個警員盯著他們 這班 是不是 我們沒什麼好 就是呢 警察多到呢 警察又說不夠啊 又說缺人啊 還差兩 七千幾個空缺啊 怪之得啦 連人家找工都要派幾個警察盯著 是不是 怪之得啦 難道你說賺錢而已 怕他打人嗎 是不是? 有沒有這個事件發生過啊 有歷史以來 求職 現場求不到職 打人啊 用不用這樣啊 就得人那頭啦 警察就得人那頭啦 結果就是這樣啦 是不是? 那你捧著警察在那裡 大聲講話都不敢啦 是不是? 以前呢 二十幾天呢 就有五萬元入息啊 原來這個行業這麼好 我老了 又瘦猛猛猛啊 我不可以啦 現在只有兩天 普警的時候 買了房子啊 這樣呢 沒辦法啦 即是降格啊 又做中工啊 做油漆啊 集工啊 都照了啦 因為養妻活兒 還要借錢供樓 原來就是 這樣五萬元當然供到樓啦 但現在找回兩萬 三萬 他們都找不到啦 因為外勞債這麼便宜啊 比你便宜 是不是? 這樣呢 還穩定一些 因為夠便宜就自然有工作啦 有事都先找一些便宜的啦 所以他們就穩定咯 你也是呀 香港人 香港人是 不可以便宜的 但是就沒有啊 你的工作被人做了啦 是不是? 有些這樣的 不斷是 如果看新聞就會看到很多這些 他們個別的故事啦 以前幾好啊 上班都不想回 但是現在只剩幾天了 機場衫跑 石股 州股 東北大型項目 很多外勞啦 是不是? 而本地人沒有辦法受拼啦 那我們都見啦 不知道整個很大的 就是居住的地方給他 這樣 全部是國內的那些錢來賺啦 我們自從有了李家超做特首之後呢 所有香港的利益都是向北輸送的 這是他那份工作的條件之一 就是不照顧香港人的利益 照顧國內人的利益 那麼呢 最近呢 最近呢 這個 就是夏寶龍說完東西之後呢 他都發表了一些意見的喔 有幾個體會喔 但是他最大的體會呢 就是有五點領會喔 要做好高質量發展喔 要適應潮流喔 大轉變喔 發揮獅子山下獅子山精神 寶龍說獅子山精神 他又說獅子山精神 我們說了幾十年 我都說了十幾百次 是獅子山下精神 不是獅子山精神 獅子山沒有精神 獅子山下才是住的人 獅子山那裡是沒有人住的 有人走山的而已 所以這些人呢 廢不廢啊 讀多些書可以嗎? 就算你不讀書 也有些常識可以嗎? 哎呀 團體拼搏精神 就是呢 他就說 就是回應啊 夏寶龍那些刷鞋 又至於香港的五點領會 是不是? 五點領會啊 又要職業 佛家 大局啊 發展後盾啊這些柴說話呢 絕不欠缺 但是怎樣解決香港問題 解決我們後面這幫公有的就業問題呢? 不好意思 他叫你呢 不要怨天猶人 要積極作為 即是呢 自強不適 麻煩你 那我就說了 當年我罵董建華 其中一句呢 他叫人香港逆境自強 叫各個人呢 就不說 用鬼要你的政府 用鬼要你做特首啊 什麼都叫我們自己搞定 現在這幫人呢 只有兩個方法解決的 要不就示威 逼政府改變 不行就坐牢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這樣呢 都沒有了 沒有其他的了 就逆來順受 是不是? 轉行做這個散工 做送外賣 這樣呢 將一個好的職位啊 紮脫這些賺錢的 我自己是專業人才 香港貢獻香港人培養了 又要積勤又成的嘛 他們都不是說做 做的嘛 不是大隻做的嘛 專業技能的嘛 需要 竟然是失業 然後將工作機會給了上面的人 他們去掃街 做清潔工 是不是這樣呢? 做保安 是不是這樣呢? 你這樣怎麼對香港人呢?李家超 你怎麼領會呢? 叫你不要怨天日 這些人現在走來求職呢 他們是怨天日 再說多兩句 抓人封艇 那我們幫他們說話是不是都犯法呢? 唱衰香港呢? 煽動仇恨呢? 煽動對政府不滿呢? 是不是? 香港人啊 屍子山下可以盡到機緣了 很認識面對大潮流的改變 是不是? 自從我們革命失敗 爭取民主失敗之後呢 這些呢 大家就要面對啦 即是沒有啦 以前呢 還可以吵吵吵 還可以搞示威遊行 搞罷工 現在呢 就是國安法嚴厲對待啦 唯有呢 我覺得都不是很悲悲的 就是個個拿中環啦 是不是? 公樓就賣了它啦 然後啊 即是躺平啦 你專業的人都沒有了 是不是? 如果醫生律師大天都送外賣 那我們是不是要適應轉變呢? 是不是? 我都不介意的 我不做都要賣外賣 我都不是 我以前不寫稿啊 寫稿不賺得很少錢的 我是基層生活的 我都不介意 但是很多人的支出很大的 比如這些人這樣 香港人 有要政府什麼呢? 這個行業是很慘的 那時候我有留意過一陣子 他們有病是自己去見工 日工 日工 非常之適合資本主義的 自己彈性很大的 但是資本家就不負責的 誠哥那些起樓賺多少錢 不關你事 總之那天請你 那天就 哇 人工很高 他們夠勤力夠拼命 但是病了全部醫藥費那些都是自己搞定的 所以那幾萬元都是有血有寒的 但是這樣的環境之下的一個工作條件 服務保障都被人搶了 他們怎麼能夠保護自己呢? 要是靠工會 這批人進了這個工聯會 當然可以在街上 工聯會幫政府幫資本家 以前有工盟就沒有了 這個就是看到時代的悲傷的地方 工人階級或者照顧到自己的利益 這個是可恥的 你不要跟我說 夏寶龍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社會主義的理想 我熟過你很多 你早就背棄了這個社會主義的理想 所以你才看到這些情況是不理會 只會在那裡喝喝吃吃 叫李家超不要給這些工人爭取權益 如果爭取就抓他 誰幫他出聲都抓他 是不是這樣呢? 馬克思的理想 希望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這麼平等的理想 是不是? 習主席都想 均富社會主義的理想 來到香港竟然是未見其利 千見其害嗎? 說遠了 總之這個時代就是悲劇多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有時階級醒覺是要自己醒覺的 不要搞到簽名都不敢了 是不是? 喊兩句口號都不敢了 是不是? 人家當然是欺負你了 當然了 也可以選擇躺平的 是不是? 我都提議躺平或者移民回大陸生活做外勞 然後以外勞的身份回來的 因為有個人說 我覺得做外勞比我現在還安定 香港的悲哀 好了 多謝大家